賀兩條在沙洲秘魔形勢大王失敗 早就被大王下定處決 你們還在拿他的名號下虎人 你胡說什麼 你 你不是高知上偷雞藥方下虎羽嗎 大堂匪徒 竟敢堂堂進蘇州城來 把他們給拿下 大王找到徹座捉拿通緝 你們瞧這是什麼 這 這叫青春秘職才有的龍魂牧靈 以為這個就可以帶大廈國客觀卡 要上通行無阻 這下子我們會進成了吧 當然當然 我們大廈已經好好記住了 以後大人儘管在此進出 我們絕對不會再請拿場 啊剛才都 渡古得罪 還用大人見尿 好極了 以後就可以舒服在這 數多層自由出路了 人物只要有好抽卡 真的高爾上有機會 我不是為何覺得這女孩很特別 並不是因為她法 法夫同事的緣故 是我多心的嗎 對啦 我真的太特別了 這棍梁還比你有一點相似 連這面無表情的說法方式都差不多 不過她的話也去充 確認充分表現出乎失望之情 好我們先去找那個世界另外一個 叫什麼城關喔 這個嗎 不是 我找到 這個嗎 哪裡啊 找到我店老闆應該是不會吧 應該算是NPC而已吧 好知道知道 撐關在這 非說不可 大雄之祥大雄之祥 這位公子的請留步 每次大呼小叫的 搞事又是唯一重新的相似吧 這位相似先生 雄是在她是劍主多了 不知你看她什麼 啊命令雄知道她不是公子的你 而是這位活潑充火的小姑娘 相似先生 你只額是我嗎 啊是啊 來 老夫好好看看你的面相 可惜啊 可惜 這小姑娘年紀輕輕 堅持天生 靈慧名字 為何本命 為何無方 食案充分之詞 這天是殺死 吸引之效 以放縱並必死 無異 相似先生 生死之事 事關重道 這話可是不能亂說的 小姑娘正好以躍動星象 這其中道理 可能說來聽聽 這位女俠 我背所鑽的山樹有五種 幾位滅瞻 易瞻 心瞻 這個是我不會唸 會太瞻 這五瞻各有長短 分場瞻師的因果 祥姊 並非剛靠奇異卷 窺之將來 老夫剛以滅相 略為官司 精卷她的天中印堂地閣 散出明光神戰 這次命成為太白金星之祥 是以她的天之氣運極強 就是白金星之輔 然而在一命攻關之 變成其眉間微帶黑氣 揚於雙目左右 代表其生死充犯 嫉妒羅侯兩岸性 犯之充犯本來並不罕見 但她那個命太白金星 雖然名樣耀眼 卻是主要放成的大雄星 由於命攻和暗星放鬆之故 同向一甲子移動過天使之客 精心的雄星被暗星移動 反倒變成克運絕命的世界 那老夫把話說的名點 這小姑娘 絕對活不過今年 我念士了 士掛 哼 雙面師肯定無敵 雖然先生乃是戰術高人 小女子剛才不該清楚懷疑 請先生請原諒 此外 這幽皇課金的死罩 可有破解之法嗎 猛姐姐 這話可當真 我 我會活不過今年嗎 可是我好多人在這啊 從我面向來看 這只能這麼多了 這傑秀之法並非沒有 但得先以生成行星戰 易戰 在豬班結果形態戰尋找結果 遺憾的是 老夫的太宜戰盤 為妾賊說到 這個老夫就算想幫忙 也是無人為力 太宜戰盤 那是什麼樣的東西 我以前學過藝術的時候 聽師傅說過 那是捕著 道家行太宜戰的神妙古具 情形四方中原 尚科天干地之 八卦九要二十八術之行 但太宜戰已失傳多年 現存的太宜戰盤 想必也機會稀少 話雖如此 世光如此重大 張偉哲經濟尋到 問看 先生先生 昨晚都看到了太宜戰盤 必定會立刻送來給你 至於玄機妹子兄姐的解救之法 到時候還請你多多幫忙 不知先生你如何稱呼 專門報憂不罷寫 人成死相似的城關 就是屈屈老夫 原來是陳先生 沾滿之事 我們會敬你而為的 於是就等到時候再說吧 嗯那我們去吧 OK 再來就是這個 這位姑娘 看臉是為了 找磨機東西的 都那麼不宜 為了不嫌再下多事 可否告訴再下 守命之為何 或許再向你搬上一點忙 你願意幫幫忙 我的主人 一直在找一件 叫做血靈神珠的東西 他需要這東西 才能完成他正在研究的實驗 可是這裡沒有人聽過這種東西 所以實驗一直沒有進展 讓主人苦惱不已 我希望能幫主人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每天來自己看看有沒有類似的東西 可是一直都沒有發現 你除了是邪派法器血靈神珠嗎 我的好姑娘 這種奇珍 就算是行家 行家都未必弄得到 一般私底更不會有 你每天來這裡找 那就是白費利器了 那麼 我該算哪有去找 雖然有點錯巧 我這裡就有一顆血靈神珠 他對我用圖不到 送給你主人 一非不可 不過此物可以為上一人為二 我連心知道你的主人 想用他做什麼才行 主人要血靈神珠做什麼 這個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我帶你去見我的主人可否 那就麻煩一下 未在下領見好了 好了 跟我來 西花牙你回來啦 你剛好又跑哪去了 待會幫我吸吸練金方裡的水晶波 我還得試驗一下那配方 主人 我在成年遇到一個人 他說他擁有血靈神珠可以送你 但是他要經過你才決定是否這麼做 血靈神珠 西威亞 我不說過要你比我的時間操心嗎 不懂是問了你 老是在成年為別人的事情 會不會我和居民帶來許多麻煩的 對不起 還算啦 不知道你一心想幫我 我也沒有灌臨的意思 以後注意一點就好 對啦 叫你大朋友來家裡 我也可不可以能弄人家 人欠了 歡迎灌臨閉宅 我妹夏侯儀 不知前面如何稱呼 夏侯公子客氣了 老夫叫做亞布斯迪洛 這個從西方旅居此地的遊歷學者 你叫老夫亞布斯就行了 老夫先生 也有請多指教 我因為因緣緣機會的巧合事故 得到一顆血靈神珠 在世裡見西方雅姑娘 為尋覓神珠的煩惱 想想這神珠與我並無大用 變身送人之念 只是這神珠並非常物 不可輕易送給歹人為惡 世以龍在下無理一問 請問先生要用這神珠做些什麼 你以為這問題問得很好 既然你我同道中的 那我不用隱瞞 這血靈神珠與他生命之際 和賢者之時異曲同共之妙 我想試著將他 置入在新的人偶之上 當作心臟的部分來使用 賢者之時 人偶 亞布斯先生 你在說什麼 同時人偶生的你會不知道這個 莫非你身邊的那個人偶不是你的傑作 我身邊的人偶 你是指賓妮 人偶 亞布斯先生 賓妮不是我的人偶 所以他在某些地方 的確有些異議長人 但我說我們把它 因此當成異類的坑袋 對你來說 他是生死與共的夥伴 是嗎 看他給有些誤解 第一次看他找得如此精巧的人偶 真是遺憾 如果他是出自你至少的話 或許可以向你求得一點教育 也罷 同有人偶相伴的你 你以我竟然會相似於此 這個大概也是命運的安排吧 叫我公子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我倒是很樂意交你這個朋友 也不是先生 這是我榮幸 不過聽你這番話的意思 莫非西威亞姑娘也是人偶 你猜對了 不過他來身邊的兵力不一樣 不是出於我之手 他是一百年前 猶太魔術師阿布杜爾所造 我會在阿布杜爾的宅底發現了他 並使用阿布杜爾留下的秘密 以強的喚醒 之後他就一直跟到我身邊了 一百年前 這麼說的 他已經是個老太婆了 老太婆 哼 你這樣說對他太實力了 故猶太秘密 卡巴拉所造出的人偶 是不老不死的 把你的時光對他來說 並不算什麼 自然也說不上年輕或是老了 真的也不敢相信 如果西威亞姑娘真是被造出來人偶 那麼這位阿布杜爾前輩 也真的太厲害了 是啊 有誰不會對刺激感到驚嘆 能夠從無道友的創造生命 這相當於神的全能 對專業升學於古經典的 猶太祭司拉比來說 再也沒有比這個更新以來的事 依照阿布杜爾大師留下的紀錄 他創造西威亞的方法 也是源自卡巴拉密的圖 圖偶召喚之術 原本是拉比一員的我 也受到創命成績的吸引 開始研究被視為邪惡之術的煉金學 和導師們所嚴禁的圖偶召喚之術 希望還要造為一支 再現阿布杜爾的學 原來如此 雅伯茨先生之所以先找賢靈神豬 就是為了這件事啊 確實是如此沒錯 不過慚愧的是 我雖然在這些年的研究後 小有成就 但能缺乏很多必要的作物 所以常會想找賢靈神豬替他看看 我原先只是有這種想法 並沒有真的想去找一顆來試試 雖然是我的資源至於被西威亞聽到了 結果卻意外欠了我們境內的資源 這麼想來或許還真是商店的安排 雅伯茨前輩 經過你這幫他一起畫後 我先請是為熱心學問之事 絕對不會把賢靈神豬用在惡徒 這個神豬就送給你了 哇 那真是多些下口公子了 不過我可不會平把收下這麼貴重的東西 這些東西 就當作一些薄理 請你收下吧 閉邪紙金 煉金初藥 兩千兩鈴子 竟然是先生的一番好意 那我就不客氣的收下了 彼此彼此 下口公子也不用客氣 順道一提 煉金初藥 是我乃至整理這些年心得而成 雖不知你用不用得著 但既然我們有願 就決定送給你了 除此之外 如果沒插錯的話 你的身上 好像有什麼非比尋賞的東西 啊 不 大概是五都惡心了 請被載我剛才的話 嗯 血淋神都記得 會停多好久的實驗 接下來又可以開始 小小公子 以後你就是我 我的朋友和客人 這也隨時換你來 如果我在後面忙的話 其實我也要負責照護你們的 既然如此 我們就不繼續打擾了 等現在實驗有成時 再來造訪吧 祝你實驗順利 這是多謝你們啦 咱們下回見 真正是稀奇 沒想到我們會再遇到 猶太教的拉比 而且還是人偶師 兼電禁師 這可能是奇遇 古大哥 你對拉比和猶太教可有所知 我是連聽都沒有聽過 那我聽老師說過 猶太教是源自於 古代以色列王國的宗教 是個摔威的遠古宗教信仰唯一的真神 教義中也包含詹信神秘學和各種秘遺 猶太教的高級其實稱之為拉比 都是精湛各種學問之師的智者和學者 雖然在外人眼中 他們的心智頗為神秘詭異 但我想他們都可以信任的學者 聽都剛剛這麼說 應該是可以放心把顯靈神座交給他了 那人偶之術又怎麼一回事 那是古猶太秘遺中的禁忌之急 據說經由唯一神所傳說的秘法 拉比能夠在黏土中 垂陸生命的氣息 而使他成為聽別閒事的活動靈友 但那也只是少許人形的靈想罷了 如果說那可以造出像西偉亞一樣的美姑娘 嗯 那我可是難以想像的 如果這很容易的話 也就稱不上是秘遺了 不管怎麼樣 人真是這個雅布斯先生 總算是一件好事 以後任何什麼不解之事 但向他請教便是 哼 說的也是 我會來看看那個西偉亞姑娘也不壞 小兄弟 你說是不是啊 小兄弟 小兄弟沒有理他 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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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特色 大量的血氣 啊 前些日子我們對付黑龍解餘時 我確實用過大人前面給的血力鬼迷 血氣可能是從那時候來的 這泉州有趣的地方 還不止如此而已 這上面的文字 是很罕見的國西柏來文 這種文字遭遇水著猶太王國的滅亡 而失憶 如今還在使用這文字的 就只剩兩種了 像我這樣的猶太教祭司拉比 以及奉行古代 古代猶太教秘引的秘密結社成員 由這卷種獵龍看來 劉文者似乎屬於後者 因為你們提到聖槍的事情 聖槍? 等等 啊不是先生 你說的該不是佔用耶穌之血的聖槍 用金弩士之槍吧 哦? 你也知道這瓶槍之名 或許我們用的名字不同 不過這羊皮卷中所提的應該就是這瓶槍沒錯 仍然人不敢相信 最後一次軍事坦 坦丁堡出現後 下落無名的聖槍 如今再次有了下落 雅布斯先生 楊皮卷中怎麼說 由內容來看 這像是一篇遺書 自從兵分兩路 各自戶中聖槍也正被離開後 已經過了將近半年的時間 我們一路往東前進 越過無處山脈和荒漠 希望將聖槍送到安全之所長期 可是那灰之王阿瑪菲特 始終站在我們後面緊追不捨 我們四人到現在只剩我一個人活著 今天入夜後 我掙扎來到這片沙漠 阿瑪菲特很快找到了我 我知道自己病地 無性 但怎麼樣 也不能讓聖槍落入惡魔之手 因此我心生遺跡 身心茫茫的他 又進一處洞窟中 一和他同歸於心的覺悟 將聖槍撤進他的胸當中 聽起來這畢竟是聖槍不會錯 可是為何要叫聖槍和聖杯藏起 不想被叫做灰之王的惡魔追溯 這真是太…害能聽聞了 別急這移說還沒有完 盟主垂臉 我竟然成功將阿瑪菲特定在岩壁上面 雖不只是被聖槍光羞的塔 而是神是死 但相信在聖槍的力量之下 他再也不能為惡 於是我隨行我最後的工作 以密宠的幻術 將光口封閉起來 並已站在身上的惡魔之邪 寫下這篇文卷 將南諾為人 有緣得見這篇文書 請代替我 代替我死去的弟兄們 代替事件隱形聯合上 將聖槍取壞 並交給被聖槍所承認的真正的勇者 唯有如此 關於岩的戰爭 才有可能畫下句點 不然我們克姆南教團長 團 克姆南 對不起 克姆南教 克姆南教團 殘舊以來的 努力白費 衣術就在這裡結束了 旁邊是掠讀的說明 但是只有一行字 在荒漠之溪 兩山脈 南北 並列俠處 這也是我太簡單了吧 這樣的地方 不知道有多少個 公平這兩個句話 誰找得到洞穴的所在啊 看來關鍵還是在這個剪圖了 大概只有真正 見過那裡的人才認得吧 笑的公子 為了解釋到此為止 至於想不想其中的內容 那就看你自己了 德西亞布什先生 這樣想必須是以惡魔之邪寫成 其內容想必不講 不過還找到這附所 看來真的 真的平機緣了 笑好公子 我個人有一個小小的請求 如果我真的拿到這筆聖牆 請你務必拿給我看看 到時候 我會再告訴你們一些事情 這樣亞布什先生也有興趣 只要我能找到聖牆 一定會拿給你看看的 我們會一直在這裡到這麼久 只是過意不去 那我們就一直告退了 不用客氣 你們我們先慢走吧 古大哥 怎麼了 笑我兄弟 我 我有一次想求 古大哥 但看你路實嚴肅 咱們通行共拿這麼久 可就是輕通手足兄弟 我們連班上的忙的話 那可是容信之至 你就直話直說吧 笑我兄弟 是這樣的 我為了某些理由 不管怎麼樣 想要那筆是很強 既然有那筆風捲提供的資料 咱們只要有機會 就調查詞是如何 原來鬼大哥對這名聖牆有興趣 只是這閱讀看來 似乎只是磨地的一小角落 要正好找到這裡 我一直帶海撈針 這樣我們不要放棄尋找 但也不要超市過急 這樣我們和聖牆真的有緣 有時候一定會找到那個所在 啊 我也同意你的看法 那就多信你啦 笑我兄弟 這樣我們不再次都會讓回時間 這會繼續上路吧 OK 尋找聖牆之路 咦 在西域荒謀的故屬下 這磁子的水漿的建成不壞的寒冰 不只如此 磁力好不慌地發出震撞寒氣 這磁地的奇景嗎 連驚人 這磁子本來不是這個樣子 這磁子到底發生什麼事 完美與願聞其想 年輕人 這磁兜苦無名義九泉 是民來自漢草吸引西域時 大將獲取兵在蒸伐匈奴之時 曾經駐紮於池 並將獲釋的美酒 輕於泉中與兵式共享 就尋一地並因此得名 啊 原來如此 而這劫冰的水漬 並是當年的酒泉 酒泉的酒水清裂乾明 而滋潤周圍土地草木 蜀都扯明 因而將酒泉周圍 屁為牙齒的庭園 一來保護著珍貴水人 而來那成名 能共享美景 這裏本來是成名最來的休閒之所 可是就幾天之前 忽然就變成這個樣子 大家都認我是妖異作祟 可是又沒人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這麽挺來的 的確算是妖命作祟 這令人搖屍過往的名所 一直是我最喜歡來的地方 不只何時才能恢復他原來的面貌 這池子也是深含 深含 深含含氣如此厲害 一定是有什麼厲害的樣子 盤踞一次 不過 要如何這樣由此去除呢 OK 這裡 小妹子你怎麼了 是誰欺負你 可以練花練才 好好好 我待會再練了 該存錢囉 這小鬼根本不理我 小妹子你怎麼了 是誰欺負你 這小鬼根本不理我 小妹子 你老是在一個人鼓到這裡哭 這也不是辦法 把事情告訴大哥哥 那大哥哥幫你解決如何 可惡這小鬼真訣 這樣如此 在我時速拿到手段 哦 我知道了 你一定做什麼天道的壞事 雖然心裡十分後悔 可是我自己解決不了 所以胖了一個人 就在這裡哭 對不對 原來如此 九泉之所以會忽然結冰 就是你做的對不對 哦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一個不小心 把那東西 丟進泉水裡 沒想到泉水就 大哥哥 就在別發這 告訴我爹娘 不然他一定打死我 咦 我只是隨便找我 先來釣他 沒想到一拆就撞 好急了 這下子事情有著落了 你放心 我絕不會向你電腦告訴 只想幫你把事情解決 嗯 把事情經過告訴我好嗎 事情是這樣的 前幾天下午和阿娟相遇到九泉旁邊玩 我們說好像拿家裡最珍貴的珠寶來比 這是我們常玩的一種遊戲 我在娘的珠寶裡挑選了半天 最後選了一個銀白色的鮮細手鐲 沒想到把那手鐲搭到九泉死 那手鐲忽然變得很冷 動得我手也讓不住 我的手一鬆 手鐲不通 一身掉到泉水裡去了 然後你第二天來看 泉水變成那個樣子 是 是的 奇怪的是那桌子我以前已經還拿來玩 可是就沒有像那樣子 忽然發冷破 嗯 我大概知道這其中經過了 這件事交給我爸 我還是要把他解決的 你放心 這件事 我一定會幫你保密的 嗯 大哥哥那就拜託你囉 也不是前輩 我妹又要到 到你府上叨擾了 喔小火公子 歡迎歡迎 不知這回事是為了何事而來 也不是先生 不是看我配錯 也不是先生 除了成年了全 九泉凍結成兵 在白天烈烈下也不融化 不知你是否知道這件怪事 喔 這件事我聽西瓦亞說過 我想那應該是怎麼一手做快 不過我只是個 念經書 欸 念經絲 並不上才應付這種事情 所以就沒去過關 也不是先生果然知道實事 我剛查到這段事有應有了 事實是這樣的 笑了一把小女孩那邊聽到 見過告訴雅布斯 雅布斯成癮了一回合 終於就開口了 聽這麼說 或許是某種示好寒氣的精靈 平復在手桌之上 我猜那精靈從以前就呆在泉底 只是因為缺乏寒氣的補煙 而一直沈眠不行 而那手桌正好是同性的陰寒之物 手桌位靠近泉邊 並與那精靈起的感應 而在手桌入水之後 精靈找到了平復之物和化石成體 塑形過來的他自然都把九泉變成自己的超限 也就是我們看到的樣子 從一個銀索之門推到這一切 不愧是雅布斯先生 哪裡 我只隨便猜猜而已 嗯 既然知道什麼東西他做怪 那我就有方法了 雅布斯先生 莫非你也想到對方他的方法 講到東西喜愛的寒氣 就用火令冰石實施 這奇妙的玩意兒 簡舉人熱兩種性質 欲極寒 就能化完寒氣 為致言 越冷寒氣越熱 小公子 我給你一顆火令冰石 黏成夜裡的寒氣最終致死 馬上丟到結冰的九泉上 看看能不能把底下的東西給燒出來 多位小布斯先生 我們這次就去試試看 你們還可以注意一件事情 等一下那東西受不了火無焚之骨石 可能會衝出來和民拼命 你們愈此事務 務必多加小心 多位先生提醒 我們都要小心的 嗯 那你們去吧 這個馬到成功 嗯 先在課堂裡休息到半夜 然後在九泉那裡四次火令冰石 希望這回一切順利 到了午夜 下午一行 悄悄離開了客棧 千萬劫動的九泉石斑 哇 好冷 白天的時候這石斑已經寒氣逼了 在這三星半夜裡 忍得更厲害了 嗯 這寒蟹都是強烈 險非尋常 不是在底下 躲著多厲害的怪喔 如果這火令冰石管用的話 我們很快就會知道了 火令冰石啊 一切就拜託你了 去 哇 好厲害 嗯 很好很好 就這樣把底下的玩意給逼出來 且看還能耐多久 大家小心 好像有個寒氣從地底下升上來 說不定是下面的傢伙 等等 地賣這些怎麼突然 咦 這 這裡是 我們何時來到這裡的 是底下那傢伙 用地 賣一頓之術 將我們一帶此地 這裡我們到底何方神聖 就能夠用出這種咒術 大家小心 在我們前面頭 就寒氣聚集 磚俗之人 無好容易才得已舒 舒蜜復魂 雨等竟敢放火焚燒的巢穴 不可飽恕 真...真藥模式 就是三萬零器的百漬兵老 莫非就是山頓中的兵之瀞獸 護 護騎 是嗎 是護騎嗎 我會念 好 待會再吵 怪不得九泉的寒險會如死之強 原來裡頭是他 嘿 管他是什麼零獸 既然張馬決定要把他趕出九泉 那就 為了他非倒不可 爐人所思 正合回憶 無界由地邁將爐人離到此地 就是為了將爐人進出脫泥於此 死吧 哼 來吧 感覺很強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熊熊烈火 分我山區 生意合環 吃意合璧 為善除惡 為光明故 喜樂悲醜 好 街灰塵土 連我四人 又換十多 都要查一下 那兩個字 怕什麼 怕火 OK 去 七星之血 還好來了 也不強 他 雷 有一點炮 OK 好 贏了 兵化成死 可惡 我好不容易才聚集的靈氣 又消散 我只有再次成免 終於成功在我們手下的冰獸 霧奇 化成一塊白色的風死 就先這樣帶走吧 這 這這弄是 這樣我們帶來此地的地脈 直接開始逆流了 咱們會這樣被帶回到 啊 我沒有回到此辦了 我是護器喔 OK 護器 這就是我腳邊的 不就是那火領冰石嗎 看來這一切恢復就關的 想來是 護器 我唸護器是不是 器 四神喔 護器 護器本身 消失之後 一地藤人的作物力也跟著失效了 雖然這酒泉水面解凍依舊 因此這段事情的 護器 記憶不在 視體 也不再散發出之前的靈液寒氣 我想明天再來之時 這也就恢復有很多樣貌了 那是這好極的 剛才十二上早 我們咱們還可以回個睡 回弄家 等天上走好再看上冰龍的沒有 古藥哥說的事 咱們直接回去休息吧 副銀子 哈哈 ok 好 回復了 這個你就不用在意了 是我做的 可是他不能點 可以 好啦 我們去找雅布斯看看 好 那今天 就 解決這件事情 那 就到這邊好了 那喜歡我們帶來的 記得按一下 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 HV KMB 還有Twitch 那 每週 6日 都會 盡量在晚上9點幫你開 幽城跟天地節 然後 禮拜日的天地節 如果 錄完的話 就是 6日就是 直播 幽城 完全錄 那 公告 會 不定時在FV 或IH YouTuber的動態訊息上面 po 如果有事就停播 如果沒事 如果還是有事 那就是晚一點 或是停播 那我會盡量 每週都開啦 好 就是這樣子啊 謝謝大家 我喜歡這一集